熟龙的小孩 有些五行方面的东西要注意 第一是熟龙的小孩 记得用一些熟木的颜色 熟木的颜色就是蓝色和绿色 蓝色和绿色特别有熟龙的小孩 另外一些色物方面 熟龙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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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各方面的运程都会好些 至于学育方面 今年熟龙的小孩 读书方面的专注力也会比较差 所以很多时间读书 都是缺乏耐性 不太喜欢玩的 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强一下 他这方面的运程 我有个建议 今年熟龙的小孩 父母可以在另一屋的东边 放一个文昌塔 就可以帮助到 今年的学业运程 不妨尝试一下 另外至于生体方面 要注意 因为熟龙的小孩 今年我们叫做 破泰水 破泰水通常有什么问题 通常是长运不好 所以要注重长运 今年熟龙的小孩 很容易会吃错 要注意一下 至于父母员方面 也要注意 因为有寡宿星 入生肆 所以他和父母的关系 都会差一点 所以父母有寡宿星 就要多些时间 去照顾小孩 最后 有利熟龙的小孩 就是熟龙的小孩 熟龙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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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特别健康 是很多的方向 的 熟龙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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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是ção TOMもの